今天是母亲节 同时也是佛誕节 全球慈祭日 三节合一的殊胜日子里 慈祭有两场聚佛大典 分别是在花莲静思堂 以及台北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预计会从今晚的五点多 进行到八点 第二场次 也就是大约从七点半之后 会开放给大众聚佛 欢迎大家能够清零现场 共募佛恩 同时也能够透过电视 以及线上直播同瞻发戏 总计今年在全球五大洲 有43个国家地区 举办了600多场的玉佛典礼 超过16万人参举 稍早清晨的七点钟 是在花莲举行了玉佛大典 金思堂到旅广场之前 2500多人汇聚善念 是由上人带着近百位的金色法师 步步伸连 泛拜生迎照 赞颂佛恩 供应上人 上人带领金社师部揭开慈祭 五十八周年首场玉佛大典 无狗无人 无所处 天然相马 雕鱼石 清澈深远的无量 易经得恨品 泛拜殷生 赞勇佛德智慧 广拜 那种祥和之气 充满整个空间 它不仅是经文的广拜 是一种对自新的广拜 也是经过上人指导 那希望大家能够体会 我们所唱的无量易经的精神 两千五百多人齐聚敬思堂前 人人虔诚一念 用伐水洗涤内心 还有皈依上人的比利时座 阿拉伯大使帕斯卡尔 也特别来参加 我们一起祈祷 用志祖信心 向天忏悔 向地感恩 三结合一把握殊胜姻缘 祈求无灾无难